大家好帅哥 刚带完李达公主上医院疼痛科 在脖子上打了三针 然后照这个合词得需要过几天 然后再定性是颈椎 医生说应该不是肩周炎 感谢这么多网友给我们提供的好妙招 什么爬山 在地上爬 或者说抡 人家说不是所有东西 他说这个是 叫啥小关节错位 对说脖子上有可能有一块小骨头错位了 照完何词能照出来 如果要这毛病呢医院也瞧不了 得去证骨科 就是给能证骨的地方 把这骨头给推进去后给它归位 那就好了是吧 也希望大家玩手机 适可而止 不要老捂着脖子 老趴着 主着什么的 这样容易造成 他老说我玩手机吗 百分之百是 但是呢 这件肉都没咋玩 老赖我 那你以前天天玩啊 趴着呀堵着呀 那脖子受伤了 今天是最主要什么呀 疼你得忍着 因为什么呢 昨天跟你大爷约好 跟咱大爷约好了 昨天你去聊聊空空呢 大家还等着你拿东西给钱呢 真是乔首奇葩 你就等着这样 对 然后昨天东西也没拿 钱也没给 今天约好了赶紧去 跟你爸和你弟弟是吧 吃了喝了都给买好了 到现在给俩钱 最主要啊 昨天我发现那外边对不对 啊 就是那些那个话语 屏幕前呢 有那个能个人是吧 巧匠啥的 你没准能听懂 我啥都能听懂 我反正有的听不懂 我大概就是懵的 有好些细节的东西 也不能给大家说的太直白 因为可能因为还有 他也不识字 他脾气也大 是吧 很多呢什么亲人啥的 也看视频啥的 我就觉得 哎他就是他在跟我说 主要就是在跟我说 给他拿的什么 谁给他拿的东西 谁什么没给的钱 或者怎么就类似吧 他就埋怨 你们懂吗 不是也不 对 就 哎得了 不说哪些没用 今天那句看看啊 大家能不能听懂 这个梁公主的大爷说话 管好自己 我反正一时半截 咱们去分析分析啊 他说的什么话 走着 管好自己 咱们说 你这是我现在形容我啥 我跟我跟拽哥我都说 我自己抽我自己都烦 跟大爷不屈是 你们能理点 哎呀 这么也咱都不好受 请原谅我啊 实在是病人 赶紧看你大爷啊 没事 没有病啊 大家等着你呢 我这生病了 你别把我拍一根的 我这刚刚完整 吕大公主 硬撑着来的 嗯 养个鸡呢 养个鸡呢 嗯 鸡在那里 鸡在那里 带你瞅瞅呢 要要给你逮只鸡吃 特别吓这我大爷 哈哈 啊 他养个鸡呢 他养个鸡呢 那我弄这鸡鸡都拿鸡得了 我不要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能够吃出来啊 啊 李大公主 不呢 直接给拒绝了给我 哎 还不赖呢 什么呀 大白鸡 哎长大了这鸡 你这鸡一个 去年那鸡 去年不撒吗 是撒是撒 撒一吃吧 行不行 给不给呀 你拿一碗 拿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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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够意思啊 够意思 公鸡啥是香吗 够意思 想吃鸡的时候 给点钱啊 哈哈哈哈 哎我当然 我真的当然就是这个词的 拿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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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有没有皇家翻译 下蛋 一句听不懂 嗯 大家这个能听懂 下蛋一般能听懂 嗯 行了 快出来多冷啊里边 行 快出来吧 大艺术不爱吧 行 大艺术不爱吧 说你什么 说什么 问我啥时候再来 啊 八月十五再来 八月十五再来不 春天没过完呢 别着急 哈哈哈哈 想八月十五了 这一个就必须得跟你约定一下 啊啊啊啊 这一个你得想着点我 哈哈 别把我忘了 想着想着点 该想想着点 哎呦 苦瓜老人一个人可不是吗 多可怜啊 我太难受了 要不再送这大鱼 哈哈哈哈 这回都不想出来了 嗯嗯 走吧 你瞅瞅我这都受伤了 他生病了 瞅瞅这个脖子 生病了 瞅瞅 打什么针 打什么针 都控不了胳膊抬不起来 嗯 没事走吧 你走了啊 看你了啊 嗯 别说了 又不用憋回去 还得说八点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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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您回去吧 后冷的 行您回去吧 后冷的回去吧 爸 爸你瞅瞅了 等我等我 爸 等我转一下 等着了叫你八十五呢 来了 我连还没那什么呢 班瞅了吗 就就知道我好说话 赶紧的你必须跟我约定好 下次八十五来 你老给钱不是 是吧 你老给钱 老给我约定 爸 我不想回家了 买了一箱白酒 一箱那个可乐 还有一箱方便面 还有什么玩意 啤酒 这都是喜欢的 对对 啤酒白酒对对 方便面 还有一 又又又来跟我约定了 估计 回去吧 嗯 回去吧 你 回去吧 哎 爸您说侯爱什么都害怕 他竟然不害怕的 昨天还跟他握握手 我大爷好家伙 可能就太激动了 跟这握手 跟那握手 就瞧手期盼 等着给他拿东西 瞧得累 侯爱平常都这种可怕 就是感觉他都害怕 但是他没怕我大爷吧 真是特别神奇 这真是 他也不会说出来什么 就跟那蹦 到啊 他你听不懂 我能听懂 说句实 啊 因为我从小听他说话 我都能听懂 所以说有的时候 怎么说呢 家里有这样的人 甭说老人了都 是吧 就是大姐70几个 昨天夏正好在家 约好了 嗯 这也许也是冬天的不出去了 知道吧 夏天没事 通天还正愿出几天 没在家 是吗 我跟你这样说 但是他可能这两天呀 因为我大爷等着呢 等着你们呢 他还是有点等着的意思 我跟您说吧 然后 然后我们一说他不在家 他还挺有的说 谁这是你们啥而来呀 他他原来还老挺有的说 然后这回我有经验了 然后先跟他约定一下 然后 反正家里有这样的老人呀 包括就是亲戚呀 多多关爱点 咱说白了吧 咱少吃点 少喝点 给他弄点吃暖喝 他就挺美挺高兴的看 是吧 对 然后呢 咱说呀 你就常年每年 有时间是做来几趟 对 说别的没有用 但是你从实质根本上 还有一个输入的 是吧 这个不 这跟咱们 没有太大关系 咱们就把咱们该干的干好就行 对 我们管别人怎么干 对 行回见了啊 刚才大爷那个表述 也那个比较 听明白了 比较少 他也不会说什么好像是 就是你过年还没过完呢 看着白十五的来啊 哈哈哈 是吧 行 回见了啊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是吧 反正我大概也能听懂 他还说我听得不对 哈哈哈 有的不对 有的也对 行回见了啊 拜拜 拜拜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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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